土耳其针对叙利亚北部库尔德武装的军事行动进入到了第五天 叙利亚北部重回动荡 约有十万人流离失所 法国和德国12号分别宣布 鉴于土耳其目前在叙利亚东北部地区的军事行动 将暂停或限制对土耳其出售军事物资 此前 芬兰 挪威 荷兰已经做出相似表态 德国图片报网站12号报道 德国外长马斯日前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 鉴于土耳其出兵叙利亚北部 德国将不再批准向土耳其出口所有可能被用于叙利亚的军品 他说 德国自2016年以来 在对土耳其军售问题上一直采取极为严格的方针 法国外交部和国防部12号在巴黎发表联合声明说 在土耳其停止进攻前 法国决定暂停向土出口所有可能用于进攻叙利亚的军事物资 该决定立即生效 声明说 法国强烈谴责土耳其在续东北部地区的单方面进攻 土耳其的军事行动会带来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也对欧洲安全造成损害 声明还表示 欧盟外交事务委员会将于14号在卢森堡举行会议 协调欧洲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 但对于欧洲国家此举 土耳其外长曾强调 不会被禁令或禁运吓到 联合国同一天发布报告称 土耳其对叙利亚北部库尔德武装展开军事打击以来 已导致遇袭地区10万人逃离家园 不过库尔德控制区当局12号说 流离失所的人已经接近20万 13号 库尔德通讯社公布战况称 库尔德武装叙利亚民主军在拉斯埃因地区攻击了土耳其军队 击毙75名士兵 摧毁7辆坦克 还击伤了19名土军士兵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稍早前报道 针对此前土耳其军队对叙利亚北部库尔德武装 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之际 华盛顿方面突然背后捅刀 抛弃盟友的撤军行为 留守在叙北部美军基地的库尔德武装部队愤懑不已 一名驻守叙利亚北部美军基地的库尔德士兵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美国人出卖了我们 我们不指望他们帮我们打击土耳其军队 库尔德士兵还说 他们与美军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 同日美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做出回应称 但他同时也明确表示 美国不会干预土军事行动 对于美方如此表态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称 显然库尔德人很有仪器感 另据今日俄罗斯报道 俄总统普京1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所有非法部署在任何主权国家境内的军队都必须撤离 要是在任何国家境内的地方 在任何国家境内的地方 在任何国家境内的地方 在任何国家境内的人 都不离这批击 这国家境内的地方 普京指出 莫斯科对叙利亚问题解决方案的立场 没有改变 并已向其合作伙伴 伊朗 土耳其和美国传达了这一立场 并强调 叙利亚必须摆脱其他国家的军事存在 叙利亚的领土完整 必须完全恢复 相关话题 我们来连线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 苏晓辉女士 美方的撤军行为 让留守在叙利亚北部美军基地的 康尔德武装部队愤文不已 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话说 是很有仪器感的 不过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 做出回应说 这美国不会放弃其康尔德盟友 但是他同时也明确表示 美国不会干预土耳其的军事行动 这是否自相矛盾了呢 确实我们会看到 美国在针对土耳其 对叙利亚发动越境打击的事件上 立场是三天一变 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声音 一方面美国似乎在默许 土耳其对叙利亚进行跨境的打击 而另外一方面 美国总统本人也声称 不支持土耳其的相关的行动 而当今美国的国防部长 又再次表示要支持库尔德武装 从这一系列纷繁的信息背后 其实可以读出 美国的真正意图 还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 当前美国对叙利亚的政策 包括与土耳其之间的关系 应该说已经实现了一种思乡的授受 在土耳其对叙利亚发动越境打击之前 土耳其方面与美方进行过沟通 土耳其的总统阿尔多安 与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通话之后就迅速的宣布了 要对叙利亚进行打击的任务 而这样的一种现象的背后反映出 其实美土之间的沟通过后 美国对于土耳其的行动 是采取允许和默许的这种态度的 在美国看来 当前美国在叙利亚的地位和这种立场 已经出现了变化 从最早美国信誓旦旦要推翻叙利亚的宪政权 到现在美国在叙利亚的战场上 出于被动的状态 而库尔多武装似乎成为美国可以依靠的唯一的力量 但仍然不能改变当前叙利亚的局势 所以在这样的整体背景世界 美国所考虑的 首先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默许和相对的支持 来换取土耳其方面与美国关系的转环 在美国看来 土耳其是在地区更需要依靠的力量 相比于库尔多武装的利益 相比于库尔多武装的支持 美国更需要的是拆分 土耳其和伊朗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希望土耳其不要再倒向自己的敌对的阵营 所以在当前做出这样的政策选择之后 美国面临着一定的压力 尤其是来自于库尔多武装的压力 所以在此背景之下 通过言辞来为自己解套 来释放部分的压力 成为了美国的无奈的选择 在土耳其展开军事行动之后 俄罗斯方面就一直在持续发声 而俄罗斯总统普京最新的表态 也非常的耐人寻味 他表示说呢 叙利亚的领土完整 必须完全恢复 所有外国军队都应该撤出 如果大马士革决定 不再需要莫斯科帮助的话 包括俄罗斯也一样 那么普京的这番话里面的意思 您有什么解读呢 其实我们可以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 相关的表态中 读出几个层次的信息 首先呢 俄罗斯总统普京认为 土耳其此次发动对叙利亚的跨境的打击 是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的 按照联合国宪章 一个国家的领土婉转和它的主权独立 是受到保护的 所以贸然对一个国家发动军事上的打击 在国际社会上是完全不占道义上的优势的 所以俄罗斯呢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也必须要站在这个正义的一方 从当前我们会看到呢 土耳其发动越境打击之后 是遭受到了各方的批评 所以俄罗斯呢 发出这样的声音 来支持叙利亚的政府 也在意料之中 而另外呢 长期以来呢 我们会看到 俄罗斯呢 一直是叙利亚的重要的支持者 从目前来看呢 俄罗斯在叙利亚的战场的局势上 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从最初呢 叙利亚的政权岌岌可危 一度呢 几乎要受到这个美国的推翻 这样的一种结果 但到现在呢 叙利亚的战场的局势 已经发生了逆转 叙利亚的方面呢 已经实现了政权上的稳定 所以呢 俄罗斯呢 在叙利亚的战略的目标的实现 也是俄罗斯当前发生的 背后的重要的背景 而另外呢 我们从俄罗斯的发生中可以看出 俄罗斯呢 并不是把中东 作为自己的首要的战略的目标 在中东的这种主导权的争夺 以及影响力的增加 更多的呢 是为了与美国和西方世界 来进行斗争 来进行利益的交换 所以当前呢 俄罗斯提出 所有的外部力量都撤出 这符合俄罗斯的心声 俄罗斯呢 并不想长期的滞留于中东 所以从这一系列的表态的背后呢 可以看出俄罗斯整体的这种战略上的考虑 我们就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 开展军事行动的话题 继续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 苏晓辉女士 在美国恫吓要采取重大制裁措施的同时呢 德国法国也寄出了制裁的措施 此前芬兰 挪威 荷兰也做出了相似表态 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谴责 这些实实在在的制裁 是否会阻挡 或者是放缓土耳其军事行动的脚步呢 从这一系列制裁来看呢 应该说制裁的措施 与此前国际社会的普遍的反应是相一致的 就是各国都认为呢 土耳其贸然对另外一个主权的国家 发动越境的打击 这实际上是违背了国际法和国际规则 所以各方呢 必须要以自己的方式 包括发声和行动上的方式 来表示自己的立场 而美国和欧洲方面呢 当前呢 对于土耳其的这样的一次行动 明显的是持不支持的态度的 所以呢 通过这种武器禁运的这种方式 来停止武器销售的方式 来使这个土耳其 不能够把相关的武器 用在这次打击行动中 成为了一个直接的手段 但是更深层次的可以看出呢 当前呢 土耳其希望融入西方 在北约的内部呢 以自己的这种独特的地位 赢得更多的支持 恐怕呢 还是面临着一个艰难的进程 各方之间呢 尽管呢 对土耳其的地缘战略的位置 以及土耳其在地区事务中的位置 非常的重视 但是呢 对于土耳其的利益的诉求呢 仍然并不会因此而极力的支持 所以未来呢 土耳其和西方世界之间的关系 仍然是中东局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观察点 我们也会看到呢 土耳其在实现自己政策目标的同时 面临着一系列的考验 好的 谢谢苏晓辉女士带来的分析和点评 谢谢苏晓辉女士带来的观察点